日本餐廳 如果有人出來喝東西 我一定選擇日本餐廳 因為我喜歡吃刺身 再加上有少許清酒 就可以盡量心中情 逢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大廚王阿寶聊天 他是流行都市的御用廚師 攀任比賽是牧主戰的隊長 廚藝學校的升級導師 寶哥是越南華僑 七歲偷渡來香港 在禁閉營度過童年 做過童工 很難才找到學校讀書 做過超齡學生 多驚辛苦才成為一位名廚 他的奮鬥故事很勵志 先由他坐船偷渡的過程講起 都挺牙煙的 我可以形容來說 死過翻山 有一個鏡頭 怎樣死過翻山法呢 就是在公海 乘船去公海捉招 捉招的情況之下 船底穿了一個大洞 船上有幾個家庭 其家庭的男人就是爸爸 每個家庭的爸爸派一個男士出來 然後由船艙底 一路排隊 排上去船面 然後就船水 不停地船水 我聽我爸爸說 那時 因為中途我又累了下睡覺 都船了差不多兩三日 不眠不休 又出發到達達都差不多七八日 七八千到清州 大丫州逗留了多久? 大丫州逗留了幾個星期 那裡其實是 它前身是豬欄 我們在豬欄睡 面上是繁寶帳幕 一站起來半身就看到對面的房子 當時的情況都很亂 經常打架、搶劫 甚至我一聽說 強姦也有 所以當時的環境很惡劣 幸好我們離開後 第二天才發生了暴動 不然我們都離不去 大丫州之後 分別去 山田白石 喜寧州、荔谷州、石江 基本上數得出的 旋民營 我們都住過 每半年就搬一次屋 當時我們怎麼讀書呢? 很搞笑 那些環境有三層 通常我們就在 最第一層或第二層 中間層 坐在那裡 有人拿著一本寶 拿著筆 老師就坐在中間 我們有幾個人圍著 通常是小班式教學 圍著老師去做 就沒有黑霸 一路都住到十幾歲 這十幾歲其實都沒有白費 我和弟弟很努力地跟著我爸爸讀書 因為我爸爸就是 他做中文的老師 比較簡單一點的中文 他是懂得教的 數學都可以的 英文就交給其他的師生教 是的 在裡面我就學了少少基礎的文化 比如說中文、英文數學 有少少基礎 但不是很厲害 因為我們也沒有一本正常的 正規的教科書 憑爸爸認識多少 教我們多少 還有在形容中 學會一件事 隱讓 許娟傑 有一首歌我們也經常唱 叫做《沉默時今》 沉默時今 有什麼事 千萬不要衝動 一定要忍 裝傻仔 因為在裡面 你誤到你厲害 厲害的人 比你厲害的人 或者 比你厲害的人 多的事 無謂出風頭 我爸爸永遠做了一件事 千萬千萬不要承認你厲害 如果你厲害 人家會挑戰你的 然後就上門 喂 就怎樣怎樣怎樣 我現在的性格是 小時候真的培養出來 什麼都不要驕傲 認識也好 都要謙虛 身邊的人就會幫你 喜歡煮菜 你幾歲已經有這個想法 受什麼影響 喜歡煮菜 其實我懷疑 我出生 我的血脈裡面 已經有喜歡煮菜的DNA 因為我爸爸很喜歡研究菜式 煮菜 對食材的了解 他都很有認識 我也覺得是爸爸的遺傳 基因遺傳 我很小 在營裡面幾歲 七、八歲已經開始 一夜去玩煮飯仔 那時候幾歲 不煮什麼大菜出來 玩煮飯仔 肯定是五花 即是肥豬肉 五花腩最多 但是當年的五花腩 可能我們周圍 因為比較欠缺食物 一些肉類的東西 我們特別欠缺 當時我們派飯 一派到五花腩 我們就很開心 那時候五花腩 每一餐都白灼了 白灼了給我們 到我們手 我們不是切片吃白灼 你猜是一餐 蒜泥白肉 我們就研究 切片 把五花腩煎香 加一些東西去炒 類似我們回鍋的炒法 再加上切絲爆香 加上一些豆豉 可以煮飯 當一餐 五花腩 我夠膽說 現在我都可以隨便想到 十個八個菜式出來 好厲害 出道來 我們去了一個叫做 望喉石在屯門 望喉石南文營 這個才是正正中中一個南文營 之前住的全部是 船文營或者禁閉營 南文營是很好的 對我來說是非常之天堂 可以自由進出去買東西吃 租屋住 出去上班 賺錢 賺錢 那時候我爸爸是做地盤的 那我就要跟他去學一下 雖然是未夠十八歲去工作 但是我們都不管了 我們都做些同工 那時候真的 你做一天同工可以賺到五六百元一天 如果大人更加不知道 那我去 我記得做了一兩年之後 然後我就想辦法去入餐廳 那我記得去元朗那間茶餐廳 那老闆又見到我 還未夠清 還未夠十六歲 他說你不如在餐廳 即樓面下單 學著樓面先 當你夠十六歲 我就讓你進去廚房 因為我不知為何他說十六歲 才可以入廚房 他說可以又可以 所以我入廚房 我很開心 看到刀、砧板、食物、鍋 看到火 我開心得不得了 證明我距離成為廚師 都不遠 寶哥在茶餐廳做了一年多 然後轉到屯門蝴蝶村的 東菇亭大排檔 又浸了一年 那時候他已經十八歲 之後的經歷改變他一生 因為他終於找到學校 斷續了我爸爸 都跟我去找過不少學校 直至到找到一間 就是在屯門區 之前去過荃灣、青衣區、元朗區 都找過 都沒有學校肯收我們 因為那時候我們拿著一張 叫做行街寺 行街寺很多校長都不願意 收我們這些學生 都頗辛苦 打算這輩子沒有機會讀書 怎料 兜兜轉轉 就回到屯門區 我們找漏了一間 漏網之餘 就是屯門加密堂 奔南紀念中學 當年賀榮校長 當年賀榮校長 就面對我們兩兄弟 他面對完之後 也是禮排一個月 叫我們回去等消息 怎料很快 很快 校長親自打來 黃阿寶 你們和我兩兄弟 你們明天上學 我聽到很開心 哭出來 可以上學了 終於可以上學了 那些開心的程度 好像 好像 對很多人來說 好像米凡一樣 很理所當然 但對我們兩兄弟來說 很難得的一件事 飄破這麼多年 終於有書讀 給我們做中三的插班生 我記得當時 都開學了差不多一個月 我進去後 你知不知同學子 怎樣叫我 Uncle Paul 即是補叔叔 即是我年紀 比同班同學大 差不多五六歲 身高又肥脆 他們叫我 補叔叔也是正常的 讀書的過程之中 我是很努力 努力到什麼程度 早些上學 早些上學 在操場上 裝了東西 拿著書 小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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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東西 我又沒有進去 在課室門前 即是課室門外面的平台 有個太陽傘 有一張椅子 我又可以假裝看 有些同學好搞笑 他說我沒有經常假裝 是否在搏一些女同學的注意 我想說 不是搏他們的注意 因為我之前 我小學 中一中二都沒有讀過書 即是沒有守正式教育 即是我的根基 是很不穩陣 即是沒有 即是沒有 在門口外面問 曲奇餅 牛油香味 我說很棒 那時候他們做些 其他包餅 我又問到很開心 我就問老師 可不可以 其實讓我進去 即是沒有在門口裡站 讓我走入多一點 讓我坐在課室旁邊看 我都很滿意 那老師就 他又很破格 真的讓我進去看 我可以跟你說 當時真的沒有一個男生 因為女生讀嘉靖 男生讀木工 只有我一個可以進去嘉靖室 寶哥不單止旁聽嘉靖 又參加學界的攀陰比賽 入到八強 中五會考之後 老師知道他的專長是攀陰 又發生了一些事 改變他的命運 很不幸 真的會考得一分 這一分 我也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一分 這一分 我覺得 講得 有自信一點 就是說 這一分我不用怎樣去找 都有 因為當時我們 很多社工 義工 他們是外國人 跟我們一起去玩 去藍藝營 跟那班小朋友去玩 我經常跟他們去不同地方 去認識香港 跟他們接觸多 每一個語言 都會比較好 所以英文這些科 當年來說我不是很擔心 當年我中學的老師 王彥雲老師 他負責職業輔導 他看見我喜歡煮食 他就說 不如試試中華廚藝營 當年 學校廚藝營 剛剛推行 學院制的教學 即是廚藝教學 老師叫我去面試 去完之後 不知道是否可以 最後 過幾天 中華廚藝營的老師 老師就打電話來 說王彥雲 你幾時幾時就辦入學手足 我聽到多開心 即是 又是我 去到這個 王彥石 是一個驚喜 人生的大轉變 接著 有書讀 又有大轉變 又有大驚喜 然後去到中華廚藝學院 接受 我的 老師 又有大轉變 是很開心 在學院生涯 整個初級中廚師生涯 我是很用心 因為裏面加了 有這個 數學 即是 餐飲上面的數學 即是計成本 計模擬的數學 餐飲的英語 普通話 我是很用心 學的 讀了兩年 左右 接著要出來 做一年 做一年才可以 繼續升讀中級 那 我再做 做完之後 回去再報中級 讀完中級 再出去做 再回來讀高級 高級 高級完之後 再做 再讀 讀大師班 讀完四個級別 這個學院 中華廚藝學院 你是第一個 初中高大師級 全部讀完的第一個學生 是啊 在學院 基本來說 我 暫時 是 唯一一個學生 讀完四個級別 的中廚師學生 我希望 接下來 都有 師弟師妹 可以做到這個 因為 我覺得 一個廚師 就算多厲害 都好 你要不停進修 何況 去到大師班的時候 你可以讀一些 西餐的知識 讀一些 日本菜 讀一些印度菜 意大利菜 分子料理 以及一些管理的手法 我都很開心 很榮幸 可以讀完四個級別 你試試讀完之後 你的人 大開眼界 見識多了 但同時 我覺得 一件事很討厭 就是 我認識的東西 越來越少 因為你見識多了 感覺到自己 好像很渺小 哇 這件事我都不認識 事業上 我在八月花 在八月花做事 我覺得是 一個轉捩點 因為 那時候在九龍堂 有一成八月花 就在下面 下面那層 就是書店 就是Page One書店 我們整班師兄弟 一到場 就 在廚房做事 要不就跟師傅 當時我的廚房總署 叫做高師傅 高衛院師傅 他很喜歡 那些同事 下場 不是去吃煙 不是去喝酒 不是去睡覺 不是去睡覺 是去下書店看書 我就跟他去幾次 發覺 這個書店 真的有很多好東西 因為 Page One賣的 全部都是英文書 很多日本料理的版設 西餐的版設 那時候我買了很多 某程度上 我的版設 都是 那時候 吸收回來的 我買完本書回來做一次 然後就 不停在那裡練習練習 我參加了很多比賽 將那些 人家的好東西 套入自己的比賽賽事 不停地嘗試 寶哥比較早期 在電視亮相 是參加攀任比賽節目 大廚出馬 之後他的名氣逐漸增加 他講到每個經歷 都不忘感謝所有幫過他的人 講回這個節目 我要多謝我的舊老闆 因為我以前在帝國會做的 在西餐機機下的私人會所 我在裏面做總署 那我老闆林先生 林卓傑先生 就很支持我讀書 又支持我比賽 因為在私人會所做 其實他不需要總署出名 因為你出名 對餐廳都沒用 因為街外客進不來去幫忙 只是屋院裏面的客人 林先生有這個想法 他抱著一個 譬如嘗試一下 問公司高層 看看高層怎樣想 批不批准 誰知道我的大大老闆 黃先生 他又批准我去玩這個比賽 所以我很開心 其實這個比賽 我也感謝小青姐 梅小青大監製 那時候她是在屋院裡住的 是其中一位住客 我看見有這個比賽出現 然後我太太叫我問 不如你問問小青姐 問小青姐 問一下相關的部門套線 做什麼位置 那時候已經過了記招 記招已經過了 其實可能真的沒有位置 誰知道小青姐 又即時打給學生 學生做了一個位置 最後一個位置 問我是不是採 如果採就立刻填課 報名 多謝太太 因為這個比賽要多謝太太 多謝梅小青大監製 多謝學生 更加多謝TVB 很多朋友支持我的朋友 很多電視機前面 或者我認識的朋友 他們都很支持我 甚至我煮了很多次 這個比賽菜式出來 我老闆林先生 嘗嘴都滑了 又是蛋 因為那時候做蛋 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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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魚 炒斑球 和蒸水蛋 炒蛋 一會蒸水蛋 一會炒斑球 不停地嘗嘗 嘗嘗到他都害怕了 林先生很好 他說不行 我建議他買一些 冰鮮的石斑 給他試 不行 你一定要用新鮮的 要不然現場 你怎麼煮 魚滑散的 力度也不一樣 你用新鮮魚 支持你 真的很感謝他 到目前為止 有機會在TVB工作 和分享我的食譜 都要多謝一位恩人 就是大王安德尊 安德尊 有一天他在我們餐廳 剛剛開店的時候 他來我們吃飯 當然他認識我們其中一位股東 他上來的時候 當然我又很熱情招待他 每一道菜都出來解釋 這個菜是怎樣的 解釋完之後 那頓飯到尾 跟他聊天 可能他對我有少少印象 然後隔多一兩個月左右 大王就打電話來 喂 寶哥 有件這樣的事 在都市行程 在都市行程 教主送的 你願不願 那時候就叫做 廚師兄廚藝 那個橫字叫做 我叫做 有得上電視台 就叫做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合約制 那時候就去 那時候 當監製 那時候 我的監製 叫做 Pam 就是趙禮萍監製 他對我又非常之關照 偶爾又打電話來 找PA 找助手機打電話來 下星期 下星期 有一件事 出外景拍攝 你願不願 那時候叫做 喘喘 後來 三姐 即是 我們的 前輩三姐 他 打電話來 喂 阿寶 上門教主送 我 下星期沒有空 你可以去 頂我一天 然後我 打電話來 之後 直接我們簽合約 簽 叫做 叫做 一連制的 特約廚師 特約員工廚師的合約 都很開心 監製給了機會 大王三姐 也是我的恩人 到現在來說 我已經有幾個 主持的 我都很感謝 我現在這位監製 B哥 B哥又很關照我 偶爾 我在南刀市 煮菜的時候 他去探探班 說到寶哥最重要的恩人 當然是他太太Rebecca 寶哥不斷多謝太太照顧家人 說說說還忍不住哭 和我太太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當年我的性格 是很自閉的 因為你在南刀市 那麼多年 其實就 沒有說 男生 沒有說女生 男生女都不夠膽 很害羞 那時候我怎樣去追 我這位大太 就是 透過ICQ 當年 很酷 ICQ下面有個按鈕 按Random 當然設定年齡 你不要選一個男生 你選一個女生 由年齡層 幾歲至幾歲 哪一區 然後一旦出來 我一按這個女生OK 是我想要 那些類型女生 約出來見面 那她又夠膽約 即是有夠膽應約 才厲害 她真的不怕我用了 我說去大埔 我記得是去大埔 接著我們就去海濱公園 行街街 海濱公園行街 那是未可以叫拍拖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和她的第一頓飯 是吃什麼 還有什麼 當然是在海旁吃 在回歸塔 那附近吃 是吃什麼 是吃燒味 是啊 我和她的第一頓飯 我問她吃飯沒有 她還沒吃 我還沒吃 之後很多年 她說 我以為你跟我去那間很浪漫餐廳 誰知道你說買燒味 買兩盒燒味去海邊吃 大都吃都很開心 我隨時叉燒 買叉燒 買叉燒 切雞 她又不介意 不介意 叉燒飯 去海邊吃 買灌汽水 就聊 聊了很多東西 難得 難得約她出來 我沒有想過她會出來 之後 我們各自各回家 晚上一刻 煮電話粥 我想破了很多人的紀錄 我們不眠不憂 煮了四十八小時 對方喜歡不得了 你不想停 你不停 一停 你不知何時再說回電話 你待入愛河的時候 感覺你就知道 老爸姓什麼都不知道 拍了多久拖 我們都拍了七年拖 開始的時候你都拿著逛街址 是啊 我拿著逛街址 那時候 我都坦白說 我現在是一個 記錄 不知道是什麼人 拿著逛街址的人 問她是否介意 跟我發拖 她又說不介意 她說她欣賞我的就是我的 我的心 和我的人 和她最喜歡我煮東西 所以我煮東西 在這裡 和一些男生說 會煮東西 追賭女生的機會很大 你最有心思 煮了什麼給女朋友吃 太太吃 那時候我煮了心形牛扒 膽粗粗粗 你做心形牛扒 不是煮了很多 她每個菜都說好吃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心形牛扒 對我來說很高難度 你們結婚之後 說生了四個小朋友 是啊 結婚之後 跟著就 生了 對目前來之四個小朋友 我們喜歡這麼多小朋友 因為我本身是下家人 太太就屬於水素人 即西貢那邊的水素人 他們都喜歡BB 難得這樣 兩個都喜歡BB 那時候 經濟能力就不是十分差 大家喜歡生 有的能力就生 小朋友就帶她們的可愛 她們的扭手 她們的殺嬌 我的子女還在每晚點燈 點燈 你知道什麼 上床 是啊 今晚我要去誰 她們的張床睡 我點我去她們的張床睡 當然 這個動作只可以 一時一假期才可以做 譬如今天四月六 明天不用上學 這樣才可以 否則 第二天上學 我就不會這樣 因為我的鼻孔聲很大 那些子女喜歡我和她睡 但我女兒就說 哇 爸爸你的鼻汗 你的鼻汗真的很吵 令我睡不到 我以後都不和你睡 我還想和你睡 這些是你覺得很甜 很甜的 很甜的 你做事多辛苦 都好 你回去 你需要抱抱你 你吃一口 你什麼都抵消了 當然經濟上是要很吃力的 但我現在盡量做得繼續做 太太也很幸運 她又不是追求名牌的人 總之有得穿 有得吃 而且街道沒有穿 沒有爛 她就OK 她不是追求名牌 奢侈品的人 那些身份子又很好 她們又不扭買玩具 各方面 一件事就是 我和太太結婚到現在 除了結婚到未那次 真正未試過去旅行 在這方面 我感覺上是欠了她 過時過節 能不能陪到家人嗎 說真的 不能陪到 我現在沒有了一間餐廳 這樣就好一點 叫做 在假期可以和她們吃餐飯 之前在我餐廳的時候 連續九年時間 除了練初一、初二 正式休息 其他日子 都是上班 我是工作狂的 直接是 那些朋友聽上去 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不喜歡你老婆 你是不是不顧家那些人 我可以跟她說 當然我很想顧家 我很喜歡我老婆 但是 我也很喜歡這份工作 很喜歡我的客人 太太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 幫我打理得頭家 抬頭時度 那些小孩有什麼 那些小孩有什麼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有什麼 那些小孩 很疼 生病了 我父母很不舒服 我父母不舒服 我父母不舒服 都是我太太去 去 看他們 這間餐廳收拾了,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可能上天想我不要太專注事業,給多點時間給家人 因為我過去實在太瘋狂工作了 這個星期一至星期日全部都上班 早出晚歸,假期紅日又沒有時間陪家人 總之年輕人放假的時間,我又回不了吃飯 然後問一句 每次隔離時,年輕人都問一句,爸爸可以回家吃飯嗎? 我覺得做人的事就夠吃 錢永遠都賺不完 趁這個年輕人還要洗的時候 我一心提的是,儘量多點時間陪他們 送他們回行,陪他們吃飯 多點跟他們有接觸機會 雖然我未必可以教導他們補習,功課上野 但是在玩,或者煮一餐,簡單單單的飯 都是現在我的方向目標 經過過去這麼多年 經過過去這麼多年 都實在... 之前就太過被工作盲目了 那些年輕人問,你可不可以回來和我們吃飯嗎? 然後我說,媽媽沒有空 媽媽要不上班,要招呼人下 那些年輕人說 他們聽過很多年輕人就變成藉口 甚至是說謊 你猜不論是多偉大的目標 他們都說賺錢,但有些錢 買東西給他們吃 去給錢給他們 去買書寶 買衣服也好 在他們說,他們太小了 他們只是需要陪 現在我就盡量 一個星期起碼放假 陪他們 有時 午餐的時候,我親身 煮飯給他們 然後才出來做事 黃阿寶是一個很感性的大廚 亦都是一個好老公 好爸爸 對於記者來說 他是一個很真的受訪者 他偷渡來香港 住這麼閉營的日子 香港人難以想像 他的故事有很多地方令人動用 亦都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 他很勤力 做完這個訪問 又趕著去學法國菜 如果有機會讓我約一個人出來喝東西 我就會約Coco長二 因為在西餐方面 他是我師姐 在中餐方面 他是我師妹 約出來 聊一下中西餐方面的食慶 可以聊一下煮菜方面的心得 很棒 何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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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算了 我會約他 我們在西餐方面 看見 我們在西餐方面 很想不想 你 我會約會 你 我會約會 你 在西餐方面